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情不好时要经常问自己 你有什么而不是没有什么 如果你觉得不爽 你就抬眼望窗外 世界很大 风景很美 机会很多 人生很短 不要蜷缩在一小块阴影里 如果你的生活已处于低谷 那就大胆走 因为你怎样走都是在向上 入到四月之后 2019年也就意味着不如春季 春季是一个春到花开的日子 也是一个暖春的季节 雪域润无声 象征着浓浓的升级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 春天都应该是一个快乐的日子 但是生活的压力 逐渐压迫着我们美好的生活 和对生活美好的憧憬 那就是因为钱财的问题 人生在世有很多的不如意 或许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坏事 生肖虎 其实对于生肖虎的人来说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有野心的生肖 而且在事业方面 可是中国有句古话叫 除生牛犊不怕虎 他们也就是凭着这股憧憬 在年轻的时候 就能够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江山 就到猪年之后 生肖属虎的朋友 整体运势其实不是太好 经历过了春节之后 和情人节之后 生肖属虎的朋友 上一年积攒下来的财富 基本上已经没剩多少了 甚至还有不少的生肖虎 背上了一屁股的债务 不过幸运的是 到了四月份的下旬左右 生肖属虎的朋友 马上就可以在事业上大展拳脚了 凭借自己的工资 就可以还清自己债务 黄金在我之后一身轻松 生肖属虎的朋友 终于能够过上比较安逸的日子 而且只要能够把握好 四月份的下旬 在诸年永远不会再欠债 反而自己会成为一个大财主 出生在蛇年的人 一般都不善于处理自己的人际关系 而且对于生肖属蛇的人来说 他们似乎也对交朋友这件事 并没有多大兴趣 所以对于生肖属蛇的人来说 他们的朋友基本上 都是靠自己的运气赚来的 生肖属蛇的人 如果遇到一份劫难之后 常常没有人去帮助他们 所以经常会欠下一屁股的债务 有的债务即使运气再好 能力再强 日子也不会过得太舒心 不过幸运的是 生肖属蛇的朋友 进入到四月份的下旬之后 日子终于能够好过来 不仅能够还清自己身上的债务 而且还能够聚得八方红云财 所以生肖属蛇的人 在诸年运气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后面的日子我们不得而知 希望生肖属蛇的朋友 能够把握好四月份 否则跨过了这个日子 还有没有这样的好运 就不得而知了 生肖马 对生肖马的人来说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 闲不住的生肖 而且生肖属蛇的人 信非常的大 在花钱这件事情上 也是大手大脚 这样的日子 其实并不会持续多久 尤其是进入到四月份之后 生肖属蛇的人的财运 逐渐好了起来 而且在正财运上 生肖属蛇人 整体运势也好了起来 这四月份的下旬 不仅能够还进债务 而且还能趁热打铁 赢得吉星入命 不仅有金贵吉星入命 而且还有紫薇吉星 和一马吉星的相助 这使得生肖属蛇的朋友 在财运方面有极大提升 所以希望身上还在负债累累 能够把握好这个机会 因为四月份 一过你们好运 你们债务 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还进 什么时候才会再来 生肖猴 出生在猴年的人性格 一般都比较豪爽 而且为人特别的大方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 让生肖猴的人 常常花钱不懂得节制 只要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谁都拦不住 即使三金万贯家财 生肖属猴的人 也要为了自己的面子 自己的尊严一搏 这样的性格 很容易让他们 欠下不少的外债 俗话说得好 欠钱容易还欠难 只要一个四月 生肖猴的朋友 不仅能够还进债务 但多不压身 因为在四月 财身的祝福 财身也来了 一切都很顺利 好运气 是特别好的财富 特别容易得到一笔横财 所以生肖猴人 在今年还进债务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甚至可以发财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为大家今天带来的内容 感谢收看 欢迎转发 点赞